將來的量子科技 除了在最後量子電腦真正能夠應用化之前 就已經需要很多量子元件的製作 才能夠在全世界測試不同量子電腦 所以這些量子元件就是台灣的商機 我想大家都全世界都體認到 台灣在自通信產業有非常強的優勢 雖然自通信產業跟量子空氣不完全可以發上等號 事實上門檻高是大家可以分工 把一個很困難的事情拆成很多小的步驟各自分工 不需要每一個人去完全了解量子電腦的每一個步驟 所以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是可以有機會在量子電腦領域上的一些突破 動作成功